譬如說安全帽 以前戴安全帽好像很好笑 現在就是要戴 以前說這個喝酒駕 講到酒駕我順便提一下 毒駕也很嚴重 你現在誰敢酒駕 這個就是你嚴格執行之後 大家就習慣了嘛 叫習慣成自然 所以我在這邊特別在提出宣示 大直華就是要徹底 讓媒體知道有什麼關係 我也想請問市長 市長是媒體人出身 我不曉得市長對這樣的一個 這樣這個問題 市長的看法是怎麼樣 你覺得這樣的做法 你實際上有什麼見解 可以說明一下嗎 報告議員 面對問題 不應該要掩飾 不應掩飾 認真改革 才能夠改善交通 所以我對於 警察局的做法並不認同 謝謝 他們必須要調整 謝謝 報告議員 這個容我補充一下 有關議員剛剛所提到這個問題 事實上這是警察局公關室 在週報資料所做出的一個建議 但是警察局認為是不可行 而且也不應該這樣做 所以當天我們並沒有把它做成決議 所以並沒有外傳要帶新聞的問題 我想我們不會責怪任何人 我只要告訴大家要不亢不卑 不用擔心 我想大家一定支持你們這樣的徹底之法 就像我剛剛講的 酒駕獨駕安全帽有什麼好怕的 對的事情就要做 我們會持續來處理 所以說你這個大指法是對的事情 有何 好 再來請劉士州議員歡迎 劉士州議員 劉士州議員 我想議會裡面我們會議質詢 其實是針對有一些事情 尤其關係到市府的市政的推行 其實像這一點的話 我有看到的是我們江沙國議員 他在質詢我們的警察局 你叫我們媒體不要報導 他認為說你有蓋牌 這種情況 可是我不對啊 我覺得發覺最近的 我們公車大指法報導都有啊 這些警察在公車是在哀叫啊 對不對 尤其是那些停靠在那個 停冷區的這一些車子執行 我覺得這很正面啊 所以說這點上 機械主席我覺得嚴格也要治療 要檢察局去睡眠工程 到底這是真的蓋牌 但是我會有時間 你現在去睡眠工程 是